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一大年初四早上的天氣報告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談天氣 首先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我們今天繼續受到海洋氣流的影響 天氣都比較潮濕一些 今早6時的時候 大部份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介乎80%至90%左右 大範圍的衛星民同見到 華南河岸地區雖然有些雲層覆蓋住 不過有些雲層比較薄 所以相信今天日間都會見到一些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會大致多雲 一再一晚都會比較潮濕和有薄霧 日間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今天最高氣溫大約有24度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繼續都會受到這股海洋氣流影響 換句話說天氣情況沒有大轉變 繼續都會比較潮濕和比較暖 不過去到這個星期的中後期 在天氣圖那裡見到 華南地區的氣壓等下線 又再次變得比較緊密 代表著有股東北季後風 將會影響我們 介紹天氣又會再次涼快一些 詳細的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天氣都會比較潮濕和比較暖 最高的氣溫會有24度 不過去到這個星期的中後期 當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天氣又會再次涼快 好像去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時候 早上的最低氣溫大約只有14至45度 大家要留意 好了 這次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假期 謝謝大家